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在咱们现在底子不错 有了歼20和歼31两款第四代隐形战斗机 人民海军的第四代舰载机极有可能从这两款中选择一款发展出舰载型号 那么歼20与歼31究竟谁能脱颖而出呢 有人说歼20是重型机整机尺寸太大 不适合上舰影响航母的载机数量 说实话 重型机不能上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伪命题 歼15难道不是重型机吗 要知道歼15的机体长度可是比歼20还要长 歼20采用单座 双发 全动插动双锤尾 DSA进气道 上反压翼带肩拱边条的压式气动布局 完全诠释了中国特色的小展旋臂高升立体布局 歼20虽然看上去很细长 但是中低空机动性能绝对可以碾压三代机 对于上航母的气动要求完全能够满足 歼20上航母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强悍的制空能力 以及多任务能力 从火力强度这一项来说 歼20是完胜前三腰的 两个侧弹舱 一个比F22更大的机腹弹舱 另外也可以外挂弹药 无论是对空 对地 还是对海 都完全能够胜任 歼20上舰最大的障碍在于其着剑重量上 由于歼20本身较大的空重 在航母较短的降落甲板上 势必要经受更大的冲击力 这对歼20的机体结构强度是重大考验 如果继续增强机体结构强度 势必恶性循环导致机体重量继续飙升 所以歼20在不改变机体尺寸的前提下 进行减重 是歼20上舰的最佳途径 我们再来看歼31胡鹰 该机为双大布局 两侧DSI进气道 倾斜式双锤尾 采用了波数控制理论 涉及飞机的隐形外形 同时 歼31前轮是双轮设计 这是舰载机的典型特征 便于降落在相对狭小 又处于运动中的航母跑道上 沈飞和海军的合作基础很深厚 据传 在最近歼31第二架原型机试飞期间 有很多的海军代表前去观摩 可见海军对其的青睐 该机体积与吨位都比较适中 由于体积占地面积小 在同等面积的机库里 歼31能带的数量更多 可以作为歼15的搭档来使用 战术安排可由歼31 首先潜入敌后摧毁重要的高价值目标 为非隐形战机歼15发动攻击开路 形成两个攻击梯队 较好的执行特殊作战任务 但是由于该机较小的载弹量 则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单架次任务目标打击量 需要更多的数量来弥补 如此一来 中型机的优势又显得不那么明显 早在1992年中国引进苏27时 胸怀蓝水海军梦想的我们 就向俄罗斯提出 要引进苏33舰载战斗机 但是后来却无火而终 后来在一小国帮助下 进入到了舰载战斗机的研制领域 在迷彩虎微信回复歼15 看更多内幕故事 也有人提议 我们可以重新研制一个海军专用的海四代 工程思路类似美军FA-18一样 为海军量身定做 这样就可以规避空军型号 改装海军型遇到的整机结构强度 海矿环境适应性 舰机适配等一系列问题 诚然 从装备的科研逻辑上来讲 这的确是最佳选择 但是 有一个很现实的致命性问题就是 我们的敌人可不会等你按部就班的 再发展一型新的四代机 等到海四代温室 估计外军已经完成舰载机的四代更新了 所以 海四代计划也是有待商榷的 话说回来 不论是歼20上舰 还是歼31上舰 一或者全新研制的海四代 这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今天的我们已经不用像当年那样 蹒跚学步似的 为了解决有无的问题 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像当年为了一架三代机 我们的人为了买下一批三代重坚 一句 祖国需要你的胃 喝光了无数瓶白酒 这是用命在为国争利 如今 一架架歼20 歼31亮剑蓝天 让无数的老外为之倾倒 他们感慨 中国人也能造出如此无与伦比的飞机 如今的中国 已经迎来蓝水海军的远洋时代 这些陆地雄鹰 必将展翅海天 为我们的共和国舰队保驾护航 请打开微信 扫描二维码 想先观看下期精彩视频 你也可以微信搜索迷彩虎 添加关注 与虎妞谈天说地 欢迎大家提问 吐槽 对思 不论是鲜花还是板砖 虎哥和虎妞等你出招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会